大家好,我是石墨 很高兴因夸克艺术博物馆的邀请 我参加2022年的年度拍卖会 这次我还是延续了以往的作品 青花荷花系列 因为中国有一句古话 青花代表了平安 荷花代表了幸福 所以在这个疫情还没有接受的时机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带给大家好运 同时也能带给大家平安 幸福健康 可能有一些新的朋友 还不太了解我的作品 禅剧哪里 我的青花词主要是在中国景的镇 创作烧制的 为什么呢 要到这么远的地方去烧制 说实在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全世界只有景的镇 这个经纬度上面 才能烧得出 精美绝人的青花池 我也尝试过在其他的地方 包括三可门头 烧出来的青花 就没有办法和景的镇去比 所以我在青花的创作中 也坚持了15年 在这15年中 我反复思念 我把我的水墨的艺术技法 融入到了青花池上面 变成了我独有的一个品种 跟传统的青花有很大的区别 我希望通过这件作品 大家能更多的了解我的艺术 也希望大家能支持 夸克艺术博物馆 我很期待着 在拍卖会中能见到大家 谢谢